第八百五十二章 乔家分成两支 一支是乔新敏的父亲主事的主家 另一支是乔运林的父亲主事的分支 两支主事的人近几年争斗得厉害 分别支持不同的阵营 如今乔新敏的父亲站在了手下那一边 乔运林那边必定会选择同样是军立地的少帅这一边 想要上位 那就得想办法把竞争对手拉下来 不过芸汐并不打算动乔运林这个分支 原因很简单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她还想借由乔运林来对付乔新敏 他们姐妹内斗 也好过她亲自动手 上一世的乔运林 可不像她外表看到的那么柔善可期 若是她能和乔运林成为利益牵扯的朋友 说不定还会更有利于她将来 给乔新敏挖坑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 现在的豪门家族 哪个不是争权夺利 争得你死我活的 可是主家毕竟势力庞大 支持的人有多 她再怎么针对分支 那也是他们家族内部的事情 跟选举无关啊 芸汐点点头 心底却忍不住轻斥了声 怎么会无关 一旦分支选举到了建设局局长这个位置 这块肥缺 足够分支捞够崛起的筹码和资本 手下拉拢不到分支 宁愿毁了他们 也绝不会让他们去壮大 木飞驰的队伍 这事只需要稍微动点手脚 主家那边绝对会用尽手段 在选举上使坏 根本不需要她来动手 如今摆在她面前的 是一道选择题 是让她霸上去 还是让乔家分支的人上去 这不是道容易选择的选择题 芸汐不打算动乔家分支的人 为了给他们足够跟主家竞争的筹码 她就必须扶持分支上位 扶持分支这方面 对她来说不难 但是不能选局长这个位置 因为她要先把云远峰扶上去 她是她这颗局里的 一颗关键性的棋子 她走不到局长的位置的话 这颗棋子就是死棋 不能动 三年难得的一次选举的机会 这次错过了 就要再等三年 三年的时间 会发生很多变数 她不能保证 将来会发生什么意外 只能趁着这个机会 先把云远峰扶上去 至于乔家分支这个棋子 她要好好想想 让她到什么位置上去更合适 更能发挥作用 爸 怎么会跟选举无关呢 如果主教不希望分支的人上去呢 肯定会搞破坏的 对啊 这事我怎么没想到 你说的没错 这件事情看来还有转机 虽然也是个机会 可到底不如少帅他们那些高层人物的关系 要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就更好了 芸汐抬起头 故作天真的开口道 少帅上次不是说了 让您不用太担心吗 我觉得 她说这话应该就是在暗示吧 她会帮忙的 离选举还有点时间 爸 你再耐心等等 云远峰看了她一眼 这条线上 她是既想抱希望 又不敢抱希望 云远峰直接点名 莫非只会帮忙 越是到关键时候 才险山漏水 才愿能让人铭记于心 太早就给渊峰填透 将来她会觉得 这种事太过理所当然 而不报感恩 感谢观看